为老婆吃蛋糕秀恩爱 眼睛却始终盯着镜头 王力宏形象雪崩式坍塌后 过去一眼一行都被网友挖出来说 爱妻爱家的表现都是假的 公开的全家福照 李静磊露出甜美微笑 坐在王力宏身边 但事实上王力宏旁边坐的根本不是老婆 李静磊是后置批上去的 另外还有王力宏公开和老婆的对话记录 也被痛批 眼很大 因为画面中聊天记录时间显示8点13分 手机上却显示8点10分 甚至音档录音时间还误把19秒 批成19分钟 残看王力宏夫妻有过互动的艺人 黄子焦不多做评论 但网友可就没想放过 任何蛛丝马迹 王力宏曾在微博发文说 自己在滑雪 却被网友抓包 打卡的定位其实是在一处沙漠 这些行为遭到网友嘲讽 奥斯卡欠他一座小惊人 不过网路发文让人物理看花的情况 也发生在李静磊身上 李静磊2017年在IG发的爱心鸡汤影片 被发现到2020年又在以照片的方式重发 同一锅鸡汤po两次 被质疑是刻意作秀 晒恩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